老共的這個什麼蛋頭學者 竟然講說一定要把台積電 搶到中國的手裡 可是這個人其實在中國很重要 聽說什麼什麼跟國務院總理都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石板 明夫有講嘛 他說竟然連這樣的學者 都說出這麼反制的話 中國真的問題大了嗎 台積電或者臺灣其他的半導體產業 到底多重要 讓全世界採取胡蘿蔔跟棒子的策略 也讓中國的這一個 這個學者講的是中共統治者的話 講出這種蠢話 天下的笑話 我告訴你為什麼笑話 我現在很簡單一個數據 你知道現在世界呈現一個現象 這現在華爾街日報 寫了一天好大的專文分析過 叫做全球越來越多的產品 需要越來越複雜的技術和晶片 第二越來越多的複雜的晶片跟技術 竟然都來自臺灣 來自臺積電 你沒有他你就沒有辦法 第二個論述是什麼 你知道全世界現在最先進的製程 也就做得更小 奈米級的 兩奈米 三奈米 五奈米 做得更小 更有效率 量率更高 你知道臺積電光臺積電 控制全球多少 百分之八十四 剩下的十六趴還是有臺灣的廠商 就是全球最先進的製程 提供最有效率 尺寸越來越小 量率越來越高的晶片 竟然百分之八十四是臺積電控制的 也就他不做你怎麼辦 那剩下十六趴 還有臺灣其他聯電先進科技 在做這件事情 第三個有一個專門研究半導體產業數據的分析的公司很大 那個叫Trend Force 他中文公司名我不知道 他叫趨勢動力 Trend Force 他分析出最新的數據 包含小廠商 我不是只算大廠商 所有的小中小型規模的產商 他發現他們的營收百分之六十五的外包晶片的製造收入 來自於臺灣百分之六十五 然後另外一個數據就是全球 全球的收入有百分之五十六 跟台積電有關 你打台積電 你等於是跟全世界百分之五十六收入 你跟他有仇是不是 百分之五十六 就是台積電全世界的人賺一百塊 有五十六塊是跟臺灣的台積電有關 搞不好旁邊還有十幾塊 是跟我們其他的晶片有關 五十六塊 所以在歐盟有一個負責歐洲內部市場的職位 一個官員 官階蠻高的 他名字叫布勒東 布勒東 布勒東呢 曾經正式的報告 做出一個結論 各位 我們要跟臺灣好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臺灣三個禮拜不出口晶片 全世界不是歐洲 全世界的工廠 三個禮拜後全部關掉 對也就是台積電或臺灣的半導體產業 緊緊的控制了全球的經濟產業的咽喉 這時候產生一個很微妙現象了 越來越多人依賴臺灣的晶片半導體 可是臺海的危機卻又是全世界注目的地方 那全世界就只有兩套做法 蘿蔔來了 為什麼日本要花給一半的錢呢 補助四千多億說來來來來熊本 我們有可愛的熊本熊 來這邊還可以補貼 趕快趕快來 亞歷山來來 我給你土地趕快來設廠 這是蘿蔔 你來我這邊設 我這邊的市場你可以滿足 我們要偷你的技術 你就來這邊坐 你來這邊坐就好了 這叫蘿蔔 給你錢 拜託你來我這邊設廠 因為你太重要 我太依賴你 可是你又怕你那邊會有風險 所以我要做一個避險的動作 另外一個叫棒子 棒子就制衡 找一下三星 找一下英特爾 英特爾執行長出來說 我們一定要投入多少錢 要超越台積電 那小月一個月就破散了 不可能 對 就很難 前一段時間也悄悄的來台灣 他講完那就是換了下一個動作 就是來台灣 我一定要擺拜台積電 但是我現在先去台積電喬一下訂單 你就知道他用棒子跟蘿蔔 來拜託台積電 逼台積電到歐洲 到東歐 到美國到日本 因為你太厲害 因為台灣太強 我全部的籌碼生命線 我賺一百塊五十六塊來自於你 你如果扣掉窮困國家 這個五十六塊比例會更高 那在更高的情形下 已經有經濟學者說 台灣現在地位你知道像誰嗎 像石油危機年代的中東 全球的石油能源來自於中東 又怕裡面動亂啊 內部啊恐怖主義啊 那美國甚至於從美元後來叫油源 就是我保證你的安全 那你要保證你的計價 以美金計價才建立了美元過渡到油源的一個系統 台灣現在的地位在世界各地產業地位 大概就像中東的能源 所以中東面臨戰爭 石油會怎樣 全球經濟被影響 台灣海峽就是荷姆之海峽 對啊 你現在如果台灣發生危險 你每一百塊有五十六塊來自於台灣 你會怎麼樣 三個禮拜後工廠要關掉 我們光汽車晶片 汽車晶片才二十幾奈米的 不算很先進 我們稍微說我汽車太多了 我做不出來了 歐美的車廠就要休無薪假 停著全部引擎車燈都裝好了 我等你的晶片來 所以講這種話不是找死嗎 對好不要講這個話 跟全球為敵 我們都知道台積的重要性 你再看陳文林 陳文林何許人也 他如果是一個 他如果是馬寶國的徒弟我就算了 騙他不是啊 陳文林是國務院工作出來的學者 是高層 國務院總理每一年的經濟工作報告起草人之一 中共每一年年底要開一個叫中國中央經濟工作委員會 工作會議的會議文件文本 他要參與起草 這麼重要的學者講這種話 所以就是那國家水準嘛 然後呢 所以這一個重量級的學者講出說 台積電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要打台灣 要把他搶過來 搶過來就變我們的 這種無知的蠢話 來自於這麼高層 就知道這個國家 沒救了 不是沒救他會犯錯 這國家會犯錯 你無法想像的錯 難怪馬雲到最後人間不見了 現在就是說他的問題在哪裡 第一個供應鏈可以用搶的 供應鏈的技術人才原物料 他是一個很複雜而精密的分工 當你用戰爭的手段一啟動 就沒有了 對 你怎麼你怎麼搶 然後第二個 中國的環境養不出半導體的護國群山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你真的要打嗎 當你要打 除了這個產業鏈 就沒有以外 當你決定要動的時候 全世界開始摸荷包說 我一百塊有五十六塊 來自於這裡的某一家公司 另外的四十四塊裡面 搞不好有二十塊 來跟台灣也有關 你動台灣不是台灣的問題 你傷害的是全球人的財富 三個禮拜 全球的工廠就關起來 你覺得哪個民主政府受得了 台灣的重要性 遠大過於烏克蘭在這裡 然後呢 光像台積電本身的股權結構 剛才義夫也有講 就是說七十趴是來自於國際 所以你要想要打台灣 傷害台積電 你已經傷害那來自於全世界 百分之七十的股權的擁有者 全世界的財富技術製造工廠公司 維持運作來自於台灣這個寶島 你要動他 你等於是同時打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我不是說台灣勇者很無敵 沒有我們還是要小心 我們住在流氓的隔壁 要戒慎恐懼 但你可以想像 離中國這麼近 離天堂這麼遠的台灣 對面對這麼大的威脅 我們能夠一票一票選里長選總統 我們能夠維持這麼樣的活力充沛的產業 研發環境 我們最近的出口還創次高 然後我們的台積電聯電 這麼多的公司的研發產出 默然回首才發現全世界都被我們 控制在手上的時候 我們當然值得驕傲 而中國的陳文林 所代表的中國高層這一種就是 老子做不贏你 我就搶你的這一種土八路的個性 這個國家會說多強多用 拍戲我不相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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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